好像是误入了人间仙境一样 你们感受一下 我是万万没想到 我从泰国回了武汉 想说去个湖北周边玩 恩施这个地方 我居然要坐飞机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湖北原来是这么大的 以前都没有去过湖北周边玩 可能就是 嗯 就是太忙 所以这次呢 十年没有回国 回国第五站 是恩施的土家族 到底好不好玩呢 一起来吧 来到了恩施的第一个景点 吐司城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换装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 可以给你们变个身 哈喽大家好 我是桑牙 欢迎来到我们湖北恩施 好多人在我家拍照 他们还真不客气 我们现在的恩施的第二站呢 来到我们的女儿城 女儿城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商业区 它里面非常非常多小吃 外外没有想到 来这里也没有逃过 尝一下臭豆腐 哈哈哈哈 这没完了嘛你 啊 成浪到打卡完成了 今天是恩施的第四站 那个恩施大峡谷 是坐了一个地面的火车 小火车 然后再加上缆车 现在是直接在了七星成寨 我们是买了723个人的套票上来 我们决定放弃了 就是差不多看一看风景 其实我们昨天住的那个民宿还蛮推荐的 是在大山那个峭壁大山当中的一个温泉酒店 这种感觉已经感受过了 所以今天来这里跟着普罗大众一起上来的时候呢 就觉得真的有一点累 然后人比较多 准备就先撤到下一站 就是中国的西门纳去看一下真正的碧蓝的 无底的水是什么样的 恩施的第五站平山峡谷实在是太棒了 今天的山里的雾气非常的缭绕 很像先进一下 所以我真的是为作为湖北人非常的骄傲 你觉得恩施怎么样呢 欢迎你给我留言呢